当您在室外一个刮风的日子 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有关风的故事 您可以说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风 但是我们感觉到它和看到风的作用 然后您可以问 您看到风吹动了什么 孩子们可以发现一些事情 像是草动了 风吹飞了 或是树叶吹跑了 这么做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有关风 天气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和它如何影响身边的一些事物 能不能动 并非抱担心 无论 您能不能动 这会儿 变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